5月15日凌晨 嘎那电影节的开幕仪式上 聚集了全球各地的优秀演员和业内人士 当然许多国内知名影星也在邀请名单中 比如巩俐、刘涛、王学奇等多人都在邀请名单中 可是最抢眼的无疑还是巩俐了 这次他又是一席白色长裙 还独享两分钟官方转播镜头 以及红毯清场待遇 估计也只有巩俐在国际上有这待遇 然而每年的嘎那都会有一群网红明星前来蹭毯 从而被众人笑话 今年也不例外 因为没有几名明星能有巩俐这样的清场待遇 都是许多明星一起走过红毯 而其中有一位网红明星 就因为站在红毯上时间太久 被保安劝阻后无果 遭到驱逐 真的是为国人长脸了 这位蹭毯选手就是在《沿袭攻略》中 饰演高贵妃身旁丫鬟的施与妃 对于这种丢人丢到外国的行为 许多网友表示 没有那个咖位和作品还赖着不走 真是想红想疯了 在嘎那上这种实属不少 众多网红明星浓妆艳抹 穿着奇装衣服 就是为了吸引别的眼球 还有一位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手持中国制造善面 让许多网友表示 我们中国可不是人人都这么奇怪 别给中国制造抹黑好吗 对于这种为博眼球无下线的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 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请关注小编 请关注小编 小编